欢迎收看9月5号的大新店地方新闻 我是张芳琪 马上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新北市公用频道活化运用委员会与世新大学共同举办工作坊 探究生城市AI对有线电视产业的应用 因应中秋节到来 崇光社区大学千变万化的烘焙秀课程 就特别安排了蛋黄酥胶座 新北市立图书馆新电风馆 目前正在展出郭胜光的摄油人生摄影各展 展期从即日起到9月30号 有民众反映新电保桥路55项原本路幅就不宽 再加上机车格的划设让人车进出更加困难 今天的新闻还要教大家一起来学台湾威 新北市公用频道活化运用委员会 西手实行大学共同举办新北市公用频道工作坊 以深层式AI对有线电视产业的应用为主题 安排了多位在AI技术领域中的佼佼者和专业讲师 希望透过课程让有线电视从业人员可以进一步认识AI 了解未来趋势并且将所学应用在未来的工作当中 为了促进新兴科技在传播产业中的应用 新北市公用频道活化运用委员会与世新大学 共同举办新北市公用频道工作坊 深层式AI对有线电视产业的应用 世新大学校长陈清禾 新北市新闻局副局长谢丽兰 以及新北市公用频道活化运用委员会执行长杨明杰 都出席了开幕活动 并且表示AI风潮势不可挡 谁能够运用AI就能够掌握先机 勤勉参与工作坊的学员 都能够有效地应用在节目制作 新闻报道等多元领域中 提升自我竞争力 学好了至少AI有两件事 要学好一个授权 授权的概念要有 第二个是文艺 为了今天的课程都是比较技术性的 工作坊就是希望各位会 但是会了以后 心在内化 一旦这个东西超过的时候 就像孝敏刚才所说的 会取代这种说实在 倒不会 但目前现在的一个 大家的理由倒不会 而是谁会去 这个机会是让谁来掌握 就是说能够掌握AI的 将是最后的困难 我们是要运用它利用它 我们是要被它取代的 所以今天校长特别排了 这个生成是AI这个主题 然后针对排了很多堂课 看起来就非常精彩 这对我们影视产业 对我们的新闻报道 还有些节目的一些剧本的生成 或者甚至是行销的运用 什么运用在我们有限电视这个产业 都有非常精彩的一个安排 新北市新闻局局长李立真 也特地到了现场关心 展现了市府对于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 这次的工作坊 邀请了来自新北市辖内的 有限电视业者 节目制作人 以及新闻从业人员共同参与 安排了多位在AI技术领域中的 佼佼者和专业讲师 规划了一整天充实的课程 内容涵盖生成是AI的基础知识 实际应用案例 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让学员们能够了解AI 对于传播产业的深远影响 并且将所学知识 应用于未来的工作与创作当中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台北采访报道 蛋黄酥是许多家庭 在中秋节会准备的应景美食 因此崇光社区大学的 千变万化的烘焙秀课程 就特别安排了蛋黄酥交作 希望学员能够学会 如何自己在家动手 做出兼具美味与健康的 蛋黄酥和亲朋好友一起分享 蛋黄酥是现在许多家庭 都会准备的应景美食 因此崇光社区大学的 千变万化的烘焙秀课程中 就特别安排了蛋黄酥交作课程 希望透过这堂课 学员不仅能学会 如何在家动手 做出酥香美味的蛋黄酥 还可以享受和家人 一同品尝的乐趣 因为我们的课程本来就是会安排季节 比如节庆或是季节来安排商品 那我们这个礼拜做的是经典蛋黄酥 因为蛋黄酥是大家几乎中就节都会想要吃的商品 课堂上讲师王凤儿仔细地讲解制作蛋黄酥的每个步骤 从如何制作酥皮 包裹内馅到整个烘焙过程等等 他强调要做出好吃的蛋黄酥 食材的挑选相当重要 像是蛋黄酥的灵魂之一 咸鸭蛋 要怎么样处理才可以有香气 不干涩且没有腥味 都是必须要好好掌握的细节 我们上课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去拆解它 然后就会尽量就是慢慢来 然后让学员就是慢慢看 那因为他们今天上课就是 我们就会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慢慢讲 那有实际操作 然后也有示范 那学员看了解我们立刻就做 那印象就会最深刻 而学员们在实作的过程中也表示 虽然蛋黄酥看似简单 但每个步骤都必须精准操作才不会失败 但是想到可以自己做蛋黄酥 分享给亲朋好友 让大家都能品尝到健康又美味的中秋应景甜点 就相当开心 当然是不一样啦 哎呀有家的自己的乐成 跟老师独特的方式 因为你看老师的成果出来 那个跟外面在卖的蛋黄酥 其实老师看起来的就是比较实在 它比较厚实 比较放心啊 而且吃到那个材料比较足 对不会说买到然后打开来之后 觉得对它有一些失望感 我们自己做的话会知道说你那个里面的饱足感 然后吃起来会比较放心 对然后我觉得老师调的那个甜度各方面的话 应该会是比较适合我们大家吃的口味 透过了这次的课程 学员不仅学会了蛋黄酥的制作 也对中秋节传统美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同学们聚在一块学习做蛋黄酥 更提前感受到了中秋节的欢乐气氛 记者生命家们齐新店采访报导 新北市立图书馆新店分馆 目前正在展出郭盛光的 摄游人生摄影各展 展期从即日起到9月30号 展出的内容包括了郭盛光 前往日本福岛秋田县拍摄的雪地火车景致 以及在大陆浙江游布古镇捕捉到的人文风光 欢迎对摄影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前往观赏 新北市立图书馆新店分馆 目前正在展出郭盛光的 摄游人生摄影各展 展期从9月1号起到9月30号 展出内容包括了郭盛光 前往日本福岛县秋田县拍摄的雪地火车景致 作品中的火车在冰天雪地中穿行 雪地的纯白和火车的动感形成鲜明对比 台湾比较少有下雪的机会 所以说它这一次展览的都是以雪为主 差不多三分之二的作品 都是以雪地的作品为主 由于雪地摄影具有挑战性 中国摄影学会副理事长陈信华也分享了一些拍摄技巧 包括了因为雪地的强光容易导致过曝 所以建议适度降低曝光补偿以捕捉细节 因为它雪白的东西嘛拍下去一般我们底片去拍摄的话都容易曝光 所以说你的精细度要很够 它的焦距啊焦点啊都要抓得很到位 尤其是雪白的东西一定要有一些陪胜 像我们有一些它有火车啊有人物啊就可以点缀一下 让它这个作品更完美 此外郭胜光这次也展出了几幅在中国大陆浙江蓝溪市游布古镇捕捉的街景与人文风光 透露浓厚的传统风味 也有一些人文的就是在大陆的部分 它有一些人文的那个摄影 也是在大陆浙江游布的地方 这是一个摄影基地 是我们郎静山会馆所创的一些摄影基地 要在那边拍摄的作品 中国摄影学会副理事长陈兴华表示 中国摄影学会成立于1925年 由中国著名摄影大师郎静山创立 未来也将持续推广摄影艺术的发展与传承 欢迎摄影爱好者前来参观这次摄影站 记者前面咱们其新店采访报道 近期有民众反映 新店保桥路55项因为划设机车停车阁 让狭窄的巷弄在人车通行上困难 为此新北市议员陈宜军召集了相关单位到现场会刊 而由于当地停车需求大 并且发现因为路边有盆栽占用 再加上部分机车停放太过于突出 才会使得通行上有障碍 所以会先请里长多加的劝导 希望能够兼顾停车与进出的安全 新店保桥路55项因为划设机车停车阁 有民众向新北市议员陈宜军反映 巷弄狭窄机车阁的设置 让人车通行困难 日前便邀请了新店区公所 新北市交通局 以及新安里里长黄建福进行现场会刊 发现部分机车停靠过于突出 可能导致汽车行驶不易 另外有部分住户的盆栽摆放 也形成了用路人的障碍 住户在旁边的这些直栽的花盆 尽量能够不要摆出来 然后让我们行人在跟车子 在汇车的时候呢 它有足够的空间会比较安全一点 另外一点我们看到就是 目前的机车阁来讲 已经划成45度角了 那我们也拜托我们的机车的这些机车组呢 在停车的时候 车头尽量能够靠边 我们的车屁股不要露出来 第三点我们就是能够拜托 我们这边行驶到这边的车辆 尽量我们里让行人 根据了解由于当地停车需求大 因此才会在55项化设了机车停车阁 同时已经规划此项弄为单行道 因此在各方考量与评估下 将会维持机车阁的化设 并请里长再进行相关的劝导 同时也请汽车驾驶人 在行经相弄时 务必要放慢速度里让行人 期盼能够兼顾停车需求和道路安全 记者杨邦友 赵芳琪新店采访报道 广告后是播斗台湾味的单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记录生活分享生活吗 Chueno3公用频道提供您一个最佳的平台 今天的播斗台湾味 一起来看看老师 要教我们什么 处理的台湾味 欢迎大家 大家好听来到台湾味 今天的技术是 长长君 技术是 最后大君 原身冷气真凶 真劳烈 我们来看地区 鬼厚厚的 哈姓长长君 再来是 生意 大股背君 小股长长君 股是底股的单位 大股 又叫做 大股底股 君是水下君 水面的沫坡 君到丁丁 长长君 也会说君长长 大股 底水较多 乘的时间较短 较久 较慢君 小股 底水较久 乘较近 有人跟大股底股 比如做 人的学问 本书 有学问 有本书的人 咬尾 开水 出手 花汤 沙拉 就先 抽出 红桃 接着来看 报告要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本网络找大心电宽评 有线电视用户专属优惠价 每月只要488元 再想申办毫礼 详情请洽客服人员 2917 3939 大心电监控防护2.0 AI人像辨识 及时告紧 为您顾家顾点都安心 再想窃盗损失补偿险 每年最高36万元 速洽 未配合交通部 推动机车驾训补助政策 鼓励民众参加驾驶训练 培养正确驾驶习惯与观念 以降低机车违规与肇事伤亡 机车上驾训补助1300元 新北市青少年图书馆 9月12日上午9点半至12点 举办流浪三兄妹 数位修复版电影放映 即应后座谈会 即日起开放报名 详细资讯请上青少年图书馆网站查询 新北巡回运动指导 即日起至113年10月 只开放申请额满为止 新北市29个行政区 需纠满25人 并提供适当运动场地 将有具专业运动指导 有证照的教练提供免费运动指导 以上所有的新闻内容都可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到大兴店有线电视的YouTube 脸书粉丝团 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芳琪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